Hello,大家好,我是寶梁谷罗氏基金中学校长,孙家俊博士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发展 我们学校在2004年的时候创校 我们在当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学校其实很需要发展一些特色的课程 去栽培每一个同学 我们相信每个同学有自己独特的才华、独特的才能 我们很希望能够学校创造不同的平台 创造不同的校本课程去发展每一个同学 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创立了我们学校一个校本课程 是生物科技科 我们这个科目就是给中一至中三的同学每一个同学都会去学习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掌握 生物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因为我们相信同学掌握了生物科技知识之后 其实对于他们将来的生活、将来的职业或者他们将来投身在相关的行业里面都是相当重要 那我们亦都是在2005、2006年 那我们开始创立不同的一些知识课程 包括了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创立了神经科学学会 那么这个学会其实我们是很希望能够带领到同学去学习 如何成为一个科学家 作为一个神经科学家 我们在这个研究课程里面 带领同学去进行一些高阶的一些研究 那么同学当他们去做完了两至三年的研究之后呢 就有机会将他们研究成果 带到世界的大舞台去跟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去分享他们一些最新的研究结果 那跟着我们也都发展了不同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课程 例如我们带领了同学去参加不同的保育的一些国际会议 近年我们比较多就是带同学去参加一些基因工程的研究 那在早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同学就参加过一些研究 例如就是去研究去治疗小鹿萎缩症 治疗这个痛风症 那在今年的呢 我们也都会有同学去进行一些研究去想一些测试的项目 去能够找到一些人呢 有没有一些的潜在 或者可能已经幻想一些癌症的一些快速测试包 那我们也都很希望能够呢 同学他们透过一些基因工程的一些研究 去发展更加多的项目 去造福社会 还有呢 就是最希望能够就为国家可以培养更加多的科研的人才 那在我们学校呢 我们都很重视每一个同学 他们那个体艺的那个发展 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呢 我们都有一些特色的一些体育的课程 例如我们每一个同学 我们都很希望去呢 在体育堂里面都会去学习很多不同种类的体育的活动 例如他们会去学习就是射箭 会去学习健身 还有我们每一个同学呢 都会在我们学校的新大楼里面呢 学习游泳的 因为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创立了我们一个新的校舍 在这个校舍里面呢 我们会有很多新的设备 包括了刚刚所说的游泳池呢 跟着我们在我们的新大楼里面呢 有一个健体中心 我们都很希望呢 就是我们学校每个同学都会去中意运动 并且能够去学习到一些相关的 科学体育的知识 令到他们终身受用 那么在我们的新大楼里面呢 也都有一个让学生学习一个航空课程的一个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 同学真的可以去 去有一些模拟的训练 他们可以去学习去掌握 就是原来他们要去学习去驾驶一个飞机的时候呢 原来真的要去用不同的科学知识的 包括了数学啊 物理的知识 是的 还有我们都很希望就是能够推荐一些同学呢 将来能够去到世界各地去参加一些航空一些的体验 是的 让他们能够在中学阶段呢 就已经能够拿到一些航空飞行的一些资格 接着就是我们学校就未来一些的发展 那我们未来其实我们已经就预留了一些的资金 那我们会再去发展不同的实验室 包括了我们将会发展一个生物打印的一个实验室 这个生物打印呢 其实我们将来就会再混用我们现有的一个钢细胞科学实验室 和我们的课程就是去引领学生去做一些生物打印的一些研究 例如就是我们将来就会带领学生 如何是去运用他们一些的钢细胞去打印一个器官出来 举例就是同学有机会呢 去用一些钢细胞去打印一个肝脏出来 那我们也都相信就是在未来的科学发展呢 同学有机会就是去运用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 和先进的科学知识 用在他们将来的生活里面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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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